然后紧接着再看一下 那关于查找呢 查找元素呢 先把这个删除放到最后 关于查找呢 查找这个节点 我是不是还是需要进行便利啊 查找某个元素 我还是需要进行便利了 那便利的时候 就应该是current从头开始吧 从头开始 然后紧接着 它的条件就变了 变成current.next 只要不是save.杠杠head 我就可以去往后走吧 往后走的时候 紧接着要判断了 如果说current.element 等于要找的返回处 没有问题吧 如果不是我current 直接就等于current.next 相当于往后去移吧 那这时候要涉及到一个问题 那我当这个条件 是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也就是最后一个节点的时候 我循环是不是就退出了 循环退出 那我这个element 是不是就没有比较上量 也就是说 我把尾部这个节点给拉掉了吧 那跟上面所说的 想一下 在去便利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处理一下尾部 对吧 也就是说是一样效果 我不能把最后一个给它丢掉 不能把最后一个给它丢掉 我就意味着我在退出循环的时候 仍然要去判断一下 current.element 是否是item吧 对吧 如果你在退出之后的话 我们把这些话拿过来 把他拿过来 退出循环代表的是指向的尾结点 我需要判断一下尾结点的元素 是不是item 如果是item 我同样给它返回处吧 返回处 如果不是的话 底下是false 没问题吧 但是这时候又要有特殊的情况了 如果说一上来 链表是一个空链表 没有任何东西 没有任何东西的话 想一下 current.element 是不是就等于nine呢 等于nine里面next 是不是就没法去判断了 那一上来 还是给它加入 如果一上来 你是一个空链表 那我直接 是不是就返回boss就可以了 肯定没有吧 肯定没有 然后紧接着 我再去往后进行判断 那如果说 如果说 只有一个节点呢 如果只有一个节点 看一下 如果只有一个节点 上面current等于 第一个节点 然后紧接着 我这一步 是不是不符合条件 current不往后移动吧 不往后移动情况下 那我current 就相当于 没有在循环体当中 在循环外 是不是我也判断了一下 current.element 也就是判断了一下 这个东西吧 那对于这样的情况 咱们也考读进来了 那关于查找 是不是有了 查找完成之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 关于删除节点 这部分都不太写了 删除节点 删除节点的话 我们把它去放到一边 有一个current的 这时候来看 这时候来看 我现在是需要 从头往后去找了吧 所以一上来 咱们看一下 按照普通的单列表来说 执行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current等于 tf.head 也就是说 一开始去指向了一个头 紧接着 我是不是有了一个 prate指针指向那样 看代码来说 prate的指针指向那了吧 然后紧接着 我就往后走了 while current不等于那 这是原先的条件吧 那我们现在需要改掉 改成current.next 只要不是 sive. 杠杠派的 只要不是他 我就可以往后去移动 然后紧接着 我进入其循环体当中 需要判断一下 如果说 element等于item 也就是说 找到了当中的某一个节点了 对吧 现在先看 如果说你现在找到了这个节点 而且这个节点 恰巧是头节点 这时候这个头节点的判断条件 需要改了 看一下 我现在就记录了 就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 evo条件代表的是 我现在游标 找到了这个节点当中的元素 跟我要找的 跟要找的 用户要查找的元素 是一样的吧 一样的 我进入到这里面来了 进入到这里面 我们就要处理一下 特殊的情况 第一个特殊情况就是 如果说你当前游标current 所指向的 就是第一个节点了 对吧 这是代表第一个条件吧 那你看这个条件 对于三项循环链表来说 通不同用 有没有说current 在往后移的过程当中 还有可能去指向到头呢 没有吧 因为我们的条件 是不是在去移动的过程当中 它到最后一个节点就停止了 也就是说current 等于下了点hide 就意味着是 只可能一种情况 就是头节点吧 所以如果是头节点的话 这时候我们怎么给它删除呢 如果是直至头节点的话 我们怎么来给它删除 怎么来删除 要删除的应该是说 hide的去指向current的 但是我对于尾部来说 是不是又要处理了 对吧 我需要把尾部改到新的current吧 所以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的话 对于头差 我是不是又得去找到尾部了 对于头差就需要来找到尾部了 那你想 我们假如说 现在这里面去写啊 如果说这是头节点 那头节点的话 我首先要去找到一下尾节点 找到一下尾部吧 尾部的话 我是不是又能去找一东西 找到东西吧 找到这个尾部到底是什么情况 对吧 那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可不可以 不管是任何情况 不管是任何情况 一上来 我不管要找到哪个东西 我可不可以先去找到尾部呢 可不可以先去找到尾部呢 想一下 按照思路去走 可不可以一上来 就去找到尾部 找到尾部之后 我再去做判断 但是这种情况的话 是不是也是有一种浪费的 如果我删除的这个节点 恰巧不是头节点 恰巧不是尾节点 你变了一变 找到尾节点的话 没有任何意义吧 对吧 是不是没有任何意义 那也就意味着是说 我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还得继续判断一下吧 只有我涉及到头节点 涉及到尾节点的时候 我才需要去涉及到 这个尾节点的链接吧 其他情况 想一下 其他情况 是不是就跟单项链表是一样的 对吧 那好 那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 好 我们就把它放到 最后去处理 最后的部分 去处理 也就是说 如果是头节点 那在这个地方 我需要进行一下尾节点的判断了吧 所以在这里面 特殊的 我们先不去管 知道 这样的情况 如果说不是头节点的情况下 那我在当中里面去写的时候 所要做的就应该是去删除了吧 删除的时候 看一下 删除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删除 这时候找到的不是头节点啊 假如说不是头节点 找到是中间的队里上 找到中间位置上 那我想把它删除掉 这时候的操作应该是跟单链表是一样的吧 也就是说 它的 也就是说 在移动的时候 Pray的这个指针 指向cover.next吧 Pray等于cover.next 没有问题吧 好 那想的情况是说 我这时候找到了节点 如果不是头 也不是中间 而是尾部呢 而是尾部呢 如果是尾部的情况下 这时候我两个游标始终是移动的吧 对吧 那Pray指向的是他 Pray指向的是他 Cover的指向的是他 那这时候你想一下 那也就应该是让 Pray的next 指向cover的next吧 那这时候情况对于尾部是不是也能够处理得了 是吧 所以这时候这句话对于尾部也能够处理得了 然后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那就是 如果没有找到两个游标移动 跟单链表是相同的吧 那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了 是在这个地方了 能跟上吧 好 那如果我没反应错的话 这个地方是不是刚才有问题啊 有问题吧 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是尾节点的情况下 是Cover的指向这个位置 Pray指向这个东西 这代表的是尾部的情况吧 但是尾部的情况 恰巧是不包含在群环体当中的吧 是有这个情况在吧 如果尾节点的时候恰巧是出去的 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尾部的节点放到循环体外来判断 没有问题吧 应该在这里判断 这时候我们把它拿过来 退出循环代表的是尾节点 看一下 我把它主动权 在这里面 这时候 if条件代表的是头节点 然后 else代表的是中间节点吧 这代表的中间节点 那对于尾节点的情况是跳出循环体才代表的是尾节点吧 对吧 这三种情况 头部 中间 跟尾部 中间一说了 就跟正常的这个单列表是一样的 头节点的话 先不去说 那对于尾节点来说呢 对于尾部来说呢 对于尾部来说 我这时候是不是也得判断一下 当前的这个item element等于item吧 这是不是跟不上了吗 怎么没有反应了 看一下 当我属于这种情况的时候 看着它指向尾节点 Pray指向尾节点的前一个节点的时候 现在这个条件是不是不符合呀 看一下 carina.next 是不是carina.next指向头了 指向头的话代表我里面的不去执行吧 不去执行也就意味着我对尾节点这个条件 是不是没有判断过 所以我在这里需要补充吧 如果carina的element 如果carina的element 恰巧就是item 那这时候我要进行的操作 应该是把尾节点给删除掉吧 那尾节点的删除 刚才咱们已经说了 是不是跟中间节点是一样的 所以拿过来 也就是说这句话是必须要补充上的 然后紧接着尾部也处理完了 中间也处理完了 紧接着就应该代表头部了吧 头部是最复杂的情况 因为它是循环链表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做的是看一下 如果说如果说拿到的就是头节点 紧接着我们要做的应该是看一下 要做的就应该是去找到尾部的这个节点吧 找到尾部的节点把它指向插入到 是吧 所以这时候在这个循环体当中我们要去找了去找尾节点了 头节点的情况 找尾节点 我要去找尾节点了 这时候怎么来找 是不是又得有一个游标去找呀 对吧 那你想我现在又得找一个游标去写 那我们直接先建一个新的游标 就指向谁呢 叫做ray 去到做尾部去 这指的应该是尾部 但是应该没听错 尾节点的话 这游标要去指向尾节点 所以它也应该是从头开始去骗力吧 对吧 从头开始去骗力了 然后紧接着看一下我现在需要找到尾节点 尾节点的情况下 它的判断条件应该还是.next不等于save.杠杠派的吧 对吧 这时候 如果没到 我就让它去往后移动 real.next 然后推出这个循环的时候代表的是我找到了尾部吧 看一下现在有一个新的我们把它叫做real 卡路是指向头的就不动了紧接着循环体当中我新建了一个游标让它往后去移动 然后从头往后走 它的条件到这个时候停止吧 到这个时候停止 那这时候real就好指的就是尾节点 所以我要操作的操作就应该是把real的看一下就到尾了吧 到尾了之后的话我应该去可以进行操作了吧 操作应该是把current这个节点给它删掉 current的节点给它删掉的话 应该是让hide指向current的next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先不去操作 让把它说出来 到了尾节点之后 那save.hide等于current的next 也就是说save.hide等于current的next等于它了吧 等于它之后的话 紧接着我是不是就可以让尾节点的next区域指向hide了 hide就是指向它吧 所以在这个补充一下 real.next它去等于save.hide是不是可以了 那这时候关于头部去处理的是不是也完成了 对吧 在头部删除 在中间删除 在尾部删除吧 好 那这时候又要考虑特殊情况了 什么特殊情况 一上来就是一个空的吧 一上来就是空的情况下 那你紧接着看一下 看上去是不是又没有next了 所以还给它补充上 if self 是空的 那我不做任何操作 返回 然后紧接着 再看 如果说链表当中呢 只有一个节点了 如果链表当中只有一个节点 如果只有一个连点 然后紧接着 我要去判断了 一上来 carne.next 是不是等于sive.next 等于heat sive.heat 是等于的吧 一上来我们建了两个指针 一个指向carne.next 一个指向ne.next 然后紧接着看一下 循环体当中是不是就进不来了 循环体进不来的话 直接到尾部了吧 尾部退出循环 也就是意味着是carne的指向伪接点吧 恰巧是不是就伪接点 然后锁掉过的操作就应该是 如果carne.element 就是用户要查找的 那也就意味着我要删除的就是它吧 要删除的话 怎么怎么操作的 pre.next 看一下 pre.next 这时候一下子是不是就出问题了 对吧 一下子就出问题了 pre现在指的是next 但它不是next 对吧 那好了 那我们在这里边呢 在做操作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 这时候直接让hide指向ne.ne 是不是就完成了 对吧 让hide指向ne.ne就能够完成 那也就意味着是说 我在这一部分 这一句话再去执行的时候 一种情况是 真的只有一个 有众多节点的时候 有一个伪接点吧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整个链表当中只有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就是你要删除的 对吧 那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上面进行判断了 对吧 如果说是游过来之后到的 那么现在我应该要做的 如果是游过来要做的话 那我执行这一步 如果链表当中只有一个节点 如果链表当中只有一个节点 我直接把它删除掉 那你想这个条件怎么去写 怎么来写这个条件 else的情况去执行它 判断一下 如果说我怎么判断是只有一个节点呢 只有一个节点呢 如果只有一个节点的话 意味着我current是不是从来没有动过 没有动过的话 current是不是就跟hide相等的 所以也就意味着 如果你最后退出来的这个current 他恰巧就是self.hide的 这时候代表的情况就是说 链表当中只有一个节点吧 链表只有一个节点 对吧 链表只有一个节点的时候 我进入到这个方面去做 那他所要做的用作就应该是self.hide 刚刚hide的 直接给他置为nine 就置为空链表了吧 不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你想 我通过上面循环过来的时候 一直游 一直游 一直游到尾的时候 current next 是不是也等于hide的 current next等于hide的吧 那你想 对于这个情况 这个条件是不是写错了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吗 看一下啊 如果是众多个节点来说 如果是多个节点来说的话 我从头开始去走 这是走到尾节点吧 尾节点的时候 current.next 是等于hide的 等于hide的吧 但是current是不是不等于这个 current不等于hide 但是current.next是等于hide的吧 所以说底下这个条件 是不是符合的 看一下 有问题吗 是不是饿得已经晕了 好 那现在我们打代码停在这个位置上面来 然后呢 我们来去验证一下 到底能不能行 然后验证完之后的话 这个代码发给大家 中午再看一下这个删除操作的一样的过程 然后下午第一节课过来 我们再带着家家那会清醒的时候 再看一下删除的这几个特殊情况 然后再往下开展 可以吧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 单项循环链稿 我们再来 我这话没写 single cycle 好 这时候出问题了 这是哪个问题 羽木吧 在删头的时候 是在哪一块 第125行吧 第125行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看删的是谁的时候删的 是删 100 是删100吧 哦 羽木9 删9的时候 删9的时候 删头的时候 删头的时候 往上走 9是代表的头 然后我要删9 删9的话 应该一进来 不是空 紧接着 carum的指向的是头 在这里面 carum的一难 也就是在这里面的话 是不是普瑞有关系 对吧 看一下 他说的是 none type 没有next吧 没有next 然后恰巧 现在就是 又是头吧 又是头的话 一上来 头是不是就是普瑞 就等于none 那在这里面 我们去 是不是使用了 这个 这里面了 是在这里面使的吗 在这里面来跟一下 删9的时候出的问题 然后我们来跟一下 到9的时候 我们往点进去 进来 这时候 互为空 紧接着 carum的 所以 是不是都有了 然后的话 carum的 看一下 carum的 然后 下 的 呃 看他在这里面 看他指向的是谁 指向的是9的那个节点吧 这 对吧 指向的是9的节点 然后carum的 那个区域 carum的那个区域 他是不是 hide carum的那个区域 hide是谁 是serve当中 是不是得有一个hide 看一下 这是那个hide吧 hide的对象是 2bc8吧 然后 carum的那个区域 指向的是 2b358吧 也就是说 这时候 他没有到头 他不是 他能进入循环体吧 我们往后走 进入到循环体当中 判断一下 当前的 要删除的是9 然后 这是也条件是符合的 往下再走 进入进来 然后carum的等于serve 点hide 是不是carum的等于serve 点hide呢 hide是 b4a8 carum的是不是也是b4a8 那是相等的吧 那也就进来了 进来之后 紧接着 我是要去找尾的吧 对吧 找尾的过程当中 我们往下走 从头 然后 跳到这块 这几步 这时候 找到的是尾巴 找到尾部之后的话 紧接着我们要做的应该是serve点hide等于carum点next 然后尾部的next等于hide 然后往后走 break 跳出循环 跳出循环之后发现自带问题在这吧 对吧 那也就意味着是说我们的条件不能使用break吧 而应该是使用的是return吧 对吧 问题发现了吗 原先在单量表的时候我们退出的时候看一下 退出的时候是不是相当于break就能代表整个函数的退出了 而对于单量单向循环来说 你这个break退出循环了 但是底下是不还在执行吗 所以是分析在这吧 所以我们把这个break给它改掉 应该改成 删完之后直接整个函数退出就可以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重新再运行一下 重新运行 看效果是不是可以了 删除100 删除9 删除200 就达到了 删除1